在塑胶射出模具开发的问题中 E-Design提供快速的模具分析验证 待会儿会介绍四个主要操作流程 分别为设定模具配置 建立实体网格 设定制程参数 分析及检视 现在先介绍设定模具配置的部分 在此步骤中 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汇汇入您的产品模型K的档案 您可以检查表面网格的完整性 还可以检测模型的厚度分布 接下来 透过智慧型建模精灵Wizard 您可以快速建立您想要的胶口 流道 还有注入口位置 不满意它们的尺寸大小吗 这些尺寸都可以调整 当然您也可以手动建立 或是汇入流道的图档 在建立模作方面 Wizard可以自动侦测模型的尺寸 为您选择适合的模作大小 水路也可以自动建立 要调整数量 管径 分布情形 都非常的方便 E-Design也支援更复杂的水路分布状况 在第二个部分 是建立实体网格 您可以调整实体网格的大小 E-Design可以自动生成实体网格 可免除K的模型 繁杂的网格准备工作 快速进行分析 将实体网格汇出 接着进行模拟分析 第三部分 是设定制程参数 在Modex 3D中 开启分析专案 汇入先前建立的实体网格档案 选取材料 设定充填时间 保压时间 容量温度 模具温度等等 您提供越详细的资讯 可以让分析结果更准确 最后 是分析检视的部分 Modex 3D 有强大的分析功能 您可以依照需求 设定分析的内容 透过Modex 3D的高效多核 与平行计算技术 3D立体的显示技术 从充填 保压 冷却 翘取 每阶段的制程 您皆可以得到 与您可以得到丰富的分析资讯 从Modex 3D的操作界面上 您可以直接看到您分析的成果 检视产品 与模具设计问题 Modex 3D 可以自动产生报表 您可以选择汇出 PPT格式 或HTML格式的报告 这个便利的功能 可以帮助您与部门伙伴 客户 或任何想要了解 您的分析结果的人 进行有效率的沟通 Edesign拥有引导式的工作流程 给予使用者最直觉的操作界面 透过三维网格产生技术 它可靠的分析结果 解决了验证零件 和模具设计的问题 感谢观看